二十二號颱風 雷伊目前首載位是在東京138度 北維7度的地方 也就是離瑪麗拉 大概兩千五十公里的地方 中間速度85 行程速度每小時25公里 而且啊 非常快 每秒鐘可以跑23米 嚇死人了 最大風速啊 一秒鐘可以跑35米等12級 最多風速是12級 現在是9級啊 而且一直朝著西北方向啊 接近輝利賓拉會越來越強啊 在下午兩點的時候 中間速度可以增加到110 相當於12級左右啊 而且啊 持續增加 到16號的時候 才會增強了 最長臺宏 16級 離台宏在接近輝利賓的時候是16級啊 但是穿了輝利賓之後啊 慢慢降低了 那進入冷海之後 到南沙天堂附近啊 開始轉向東北方向啊 而且慢慢的降低啊 那威利 雖然是降低了 但是影響化的還是很大 暴風半徑 高達200公里 所以他直接往東北方向 有可能直接朝向廣東 浮線啊 在這一帶登陸啊 也有可能在這一帶 產生在往偏北 像台灣還來喔 這個 離台宏 他的行進方向啊 一直在改變啊 從原則 預測了從越南登陸 海南島登陸 到現在有可能在廣東 浮線一下登陸啊 當然那影響化 也是蠻大的 在廣東綠西亞 目前比較乾旱 如果有這個 雷台雲過來 會帶來一些風雨啊 當然會 諸潤這些地方 也會造成某種傷害啦 台雲來 畢竟還是有傷害的 然後 離雷台雄 是不是會像 昨晚假期過預測一樣呢 一路南海之後 慢慢偏向東北方向啊 在廣東 浮線一下登陸 請繼續收看 主角星看見 謝謝大家 主角星 拜拜